最后一个新闻 当然就要提到 目前美国最重要的战役 堕胎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 Nancy Pelosi 被天主教的主教 禁止聚会了 她终于回应了 那她第一个反应就是 彻底忽略这个东西 她的理由是 我在华盛顿DC啊 三番寺的教会 不让我去又怎样 美国这么大我找不到教会喔 所以说她就去 DC的其他教会临盛餐了 上个星期她上了MSNBC 正式的回应 她对整个事情的看法 我们来听听看她说了些什么 which didn't have anything about terminating an abortion a pregnancy so let's just say that you know I wonder about death penalty which I am opposed to so is the church but they take no action against people who may not share their view thank you for referencing the Gospel of Matthew which is sort of the agenda of the church that is rejected by many who side with them on terminating a pregnancy so we just have to be prayerful we have to be respectful I come from a largely pro-life Italian American Catholic family so I respect people's views about that but I don't respect us foisting it onto others because now our Archbishop has been vehemently against LGBTQ rights in fact he led the way in some of the initiatives on an initiative on the ballot in California hmm 嗯 他说 马太福音对吧 我刚好也记得 马太福音有一节 我觉得 可以来看这件事情 不只是那一节 整本马太福音 甚至整本圣经 我觉得 跟我们现在社会上面 发生的事情 都很有关系 特别是关于堕胎的 跟杀小孩那一段 这段是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 凡使这信我的 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魔石 拴在这人的颈上 沉在深海里 上面说是小子 英文是little one 所以就是小孩子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 Nancy Pelosi 你听清楚了吗 根据 马太福音 你还不如 把一个 大石头 绑在你的脖子上 跳到海里淹死 才比较好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 耶稣基督亲口说的 所以那些什么 上帝的酷儿啊 一群死变态 要小孩 性别错乱变性的那些人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牧师 如果你是什么 神学院毕业的 这是基督说的哦 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哦 你要不要实践一下 我可以在这边指出一个经节 圣经 耶稣 在指责那些伤害小孩的人 当然 你也可以说 这是我信的 英文是brothers 对不对 也就是说基督徒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基督徒的人 就可以杀小孩吗 这句话 我们上次在小组也讨论过 欢迎各位 在自己的小组也讨论看看 这一句话 到底在说些什么 其实 还有很多 整本圣经都在说 不可以伤害小孩 小孩是神给父母的礼物 人的生命是神给的祝福 你 Nancy Pelosi 说的 马太福音里面支持 堕胎的章节在哪里 伤害小孩的章节在哪里 我在这里挑战 所有的左派牧师跟基督徒 伤害小孩的章节在哪里 甚至不用马太福音 任何一本福音书 耶稣在哪里说 让你有 耶稣要我杀小孩 耶稣要我杀婴儿的结论 意思就是 就是在耶利米苏里面说 那个神在女人的子宫里面 创造那个小孩 他在创造那个小孩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了解 understand这个小孩的 在圣经里面哪里有说到 神希望你去杀了 那个神在女人子宫里 创造的生物 左派牧者欢迎留言 台湾那些变态牧师 欢迎挑战 神学院的神学生 欢迎告诉我们 你是哪一间垃圾神学院毕业的 他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 很值得讨论的东西 死刑 我们好像还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个人的频道 PHC 看我之前的影片 死刑必要吗 还是什么的 这就是这些 noninokoru的基督徒 常用的方法 圣经上说的啊 对不对 马太福音这样说的啊 对不对 教会的立场啊 教宗现在这个样子说的啊 遇到这个样子的人 请回答说 没有 基督教还没有出来之前 犹太教初始的时候 就没有反对死刑 甚至还是支持死刑的 而且还有非常非常多 死刑的例子 而且死刑的方法 比现在任何一种死刑 都还要夸张 如果你有读过 任何一点圣经的话 当然 天主教的教宗 Pope Francis 他是公开声明说 他不喜欢死刑的 然后又改了一些 天主教的教义 来支持他的说法 这很明显是不符合圣经的 也不符合天主教 这也是基督教跟天主教 最大不同的地方 而且 我认识的天主教徒 对于现任这个教宗的 很多想法 是有很多争议性的 就连很多天主教徒 很多主教也都公开认为说 教宗这个权位 没有这个权柄 不能随便乱解释圣经 更不能把自己的话 放到神的话里面 把死刑说的 好像是一个 极端的一个邪恶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 近期基督新教 跟传统的天主教徒 对于现在这个天主教 跟教宗的制度 会有这么多的攻击 因为他说的话 他在做的事情 很多是在混淆视听 跟圣经的基础价值观 跟依照自己的意愿 来解释圣经 他对于死刑的说法是 不要再有死刑 死刑是对人类生命的 神圣性的侮辱 但是他这样的说法 没有圣经根据 而且天主教 在历史上 是有直接执行 死刑的记录的 现在所有的基督教 被骂的什么猎物行动 什么东征十字军 全部都是 天主教当时的政策 还有私人目的 猎物行动 还是直接使用宗教的方式 来压迫执行 政治上面的迫害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国父 Thomas Jefferson 会在信上面提到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s 也就是现在被扭曲的政教分离 Nancy Pelosi提到的死刑 是有一点讨论空间的 也像说什么耶稣说 Lows who kill by the sword 我待 by the sword之类的 是稍微比较有争议性的 就连我这个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 都可以直接用经文来破解 而且可以证明说 圣经就是说 以命长命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死刑是唯一一个律法 出现在五本摩西五经里面的行为律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堕胎跟死刑不一样 堕胎没有任何的争议性 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 耶稣说 我必快来跟圣徒同在 都不能杀小孩 都不能杀婴儿 都没有孩童献祭 没有任何一个圣经权威的牧师 是站在另外一边解释圣经说 圣经是支持堕胎的 所以说 天主教不可能支持堕胎 基督教不可能支持堕胎 支持堕胎这样的说法 用理性辩论也无法合理 用同理性辩论也无法合理 学术辩论就是在杀人 科学证明就是在杀人 道德层面也没办法合理 更不用说神学了 但是 Nancy Pelosi在这边讨论的 就是以神学在辩论 所以 左派的人只能说 我又不是基督徒 或者 又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或者是 我在乎的就是女人啊 我在乎的就是自由啊 我在乎的就是 女人的身体的自主权啊 但是 这些都可以 简单的破解 他们的谎言跟虚假 最终 他们会想要堕胎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 滥性 不负责任 而且 No need no callu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男嘉儿童和尚团 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嘉儿童和尚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 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 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 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 填写资料报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